大家好,我现在在上海,中午12点了,肚子好饿,准备去吃饭 突然发现对面吃饭的竟然排了这么长的队伍 走,咱们过去看看什么情况 哇塞,这是什么情况 排队的人竟然这么多 现在我把镜头拉近 对面原来是葱油饼饼,老上海味道 虽然下雨了 但是大家打着伞在这排队 可以注意到旁边也有很多的美食 但是只有他家生意是最好的 这个店面看似不大 但是生意非常火爆 我现在就过去看看 这葱油饼是什么口味的 这么火爆 这队伍都排到马路中间了 我从马路对面过来了 哇,排队的人好多呀 这就是葱油饼店 看一下 本店只收现金 不能使用微信支付宝 这还有营业时间是早上6点至下午6点 供完为止限量的 每人最多购买5支 哇,葱油饼每支10元 好,看看葱油饼 制作工艺 哇,这都是葱油饼 好香啊,一股香味 这边是葱花鸡蛋 这么多葱啊 都是新鲜的小葱 这是豆油 哦,是用这个板压的压出来了 看 好香啊 味道 一个一个压的 纯手工的 哇哦 可惜啊 没有带现金 我先上最后排队 看过 行不行 好 好 好 大家看 我身后购买葱油饼的人 排队的非常多 一直排到了这 估计到我呀 第1个小时 重点是 我兜里没有现金呢 然后这周围兑换现金啊 也不太容易 现在肚子好饿了 我准备 看看周围还有什么吃的 先填饱肚子再说 队伍还很长 还是他们的空闲时间多 我打算吃旁边的包子 肚子太饿了 哦 这边也需要排队 准备点餐吧 中式快餐 这边都是肉的 还有问一下西红柿鸡蛋多少钱 这四四四四 你跟着稍微做一下 番茄鸡蛋 十四 再拿个番茄鸡蛋 这个米饭多少钱 五块是吧 十二 那这个呢 三块 几块 三块 三块 那我就吃一个最便宜的三块的吧 吃一个这个吧 看 这边都是这种中式的快餐 各种菜 我点了两个菜 一个荤 一个素 还有一个米饭 一共多少钱 吃饭的人好多呀 看我身后 座都满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座位 就在这桌了 大家看我点的菜 一共是三样 这是油炸大虾 这是鸡蛋西红柿 这是米饭 一共花了39 大虾是22 番茄鸡蛋是14 米饭是三块钱 准备开吃 看 这是油炸的虾 一共是一二三四五 五只 五只22啊 看起来好油 再看鸡蛋西红柿 这是葱花 鸡蛋 还有西红柿炒在一起 油很大 米饭 先吃大虾 这是油炸大虾 好酥啊 好油啊 咬下去 直出油啊 虾头不能吃 再尝个西红柿鸡蛋 嗯 米饭 两个菜 一碗米饭 39元 大家觉得怎么样 好油啊 好油啊